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SUM里程保證 大家好我是 跑爹 跑爹來說車說什麼車呢 說我身旁這一台 日本豪華的戰艦 LSUV 車長5米 的CX9 2.5 AWD 的旗艦淨化版 新車落地 將近190萬 那這一台呢 它是2019年的車子 標配了全速域的跟車 主動的轉向頭燈 環景 BOSE音響 還有搭載了很多的主備動安全 在美國的IHS的道路安全的 撞擊車當中 榮獲了最高的安全評測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要買一台 妥占率高又安全性的車子 那首選 這個日本的Mazda了 好 那我們待會看這個外觀 跟內裝 這維持的非常的新 因為里程也不多 那我們現在一看究竟吧 Let's go 好 那頂級的 兩邊都有這個iKili 摸門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門的厚度 確實很硬朗 一體成型的這種門版的製作設計 來我們看到這個內裝 全車搭配的這個是NAPA的真皮的座椅 所以我們從畫面中看起來更顯高貴高檔 我們來試做一下 欸 看到這個門版呢 我們看這個特寫的地方 來 軟塑膠 NAPA的皮 銀色的點綴 再來 還有木紋的這個搭配 多層次的這個點綴 這讓整體的品質質感大大提升 再來 還有這個BOSS的音響 讓你在開車的時候也可以享受音樂的饗宴 好 多頓式的這個調整 還可以調整這個腰靠 我們畫面就帶過來吧 里程 才六萬六而已 算這種家庭式的出遊車 這個里程來講算偏少了 OK 全速域的跟車 影音的快波都在這邊 全車搭載了六具的安全氣囊 一些主被弄的安全的按鈕在這邊 電動尾門還有環境的這個東西 雷達 好 好 好 那我們進來這個 座倉之後 我們又可以發現 裡面大量的採用的也是軟塑膠 NAPA的皮 銀色的這個霧面的這個點綴 鋼琴的烤機還有這個木紋的這個 這個質感的東西 這個真的很漂亮 好 畫面 有選配 大家都喜歡的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所以說你今天手機都可以通用 那它有環境 按一個按鍵 它有環境 所以你今天在停車的時候 這是非常的方便的 好 好 那這個溫度咧 這個空調是雙區的恆溫 我們開啟 兩邊都可以調整 溫度 還有一個就是通風座椅 最旗艦的版本才有這個通風座椅 OK 然後 這個運動的模式啦 電子手剎車都在這裡 好 那整體上來講呢 前座 使用的痕跡非常的不明顯 接近於這個 089成型的固者是算非常的好座位 來這邊還有一個天窗 一個小天窗 它沒有全景天窗 有天窗的不錯 就是不會讓你這麼的壓迫感 OK 來吧我們去後面看看 後座也是 全部納爬座椅 高成本高級感 後面也有這個boss音響喔 來來來來來 我們先試坐一下這邊 來 前面是老爹的坐姿 後面一樣坐老爹 空間還有一個拳頭寬 頭頂空間有兩個 空間感十足 然後椅子還可以斜躺 非常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再坐在旁邊來看一下這邊 來來來 後面也有獨立的空調 可以調整這個溫度 出風量 獨立的 很不錯 整台車屬於山區恆溫 後面有i-soface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排怎麼上去 很簡單 在椅背的這個地方有一個拉板 我們一拉 椅子就可以往前推了 就可以這樣上下座椅 來我們來試一下 我今天坐進來 這個台車的配置是七人座 後面坐兩個大人 沒有問題 下來也很方便 撥 往前推 那就可以下來了 那我們來看看後車廂吧 屁股我們來看一下 CX9 AWD 驗名正身一下 來電動尾門 壓一下就打開了 像LSUV啊 通常啊 後面的車廂空間都會縮短成一點點而已 但是CX9 蠻貼心的 給的空間也蠻大的齁 來打開 下面有這個BOSS動機 還有一個備胎 那旁邊呢 還有一個小小的一個置物空間 那如果說今天出遊有需要帶小冰箱的話 後面也有這個齁 12V的這個墊 好 那如果我們今天沒有坐人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拉一下就可以打倒平 拉一下倒平 有更大的這個置物的空間了 好OK 那我們再走過來看一看 整體上 都顧得還不錯 那副駕駛座 記得沒有錯的話 也是電動座椅 所有的內飾的配置 前中後 都是一樣 大量的採用NAPA的這個 真皮 去做點綴 內裝氣氛 非常的優雅 OK 那我們來講講它的動力吧 輕量化的設計 但也是高安全性 喔來 打開引擎蓋 幾個地方來看看 車身條碼 廢氣管制貼紙在不在 旁邊的鎖點 引擎蓋的鎖點有沒有動 來現場 仔細簡單的看一看就好 因為呢 我們有鑑定報告 讓各位更仔細的看 這一台車 是不是原版件 有沒有事故 有沒有泡水 這個可以100%的放心 好 來 這台車2.5的 渦輪增壓引擎 馬力230 扭力有40多公斤米 絕對 非常的 足夠去使用 你要去露營啊 要去爬山啊 沒有問題 好 我們來總結一下 這一台漂亮的 CX9 好 2019年的CX9 AWD旗艦進化型 該有的配備 全部都有 新車價落地快接近190萬了 全車系的進口車都缺車 全車系的車都漲價 都要等 所以我們今天要買一台 很好的日系的進口車 什麼配備都有 你至少要等半年以上 好 那今天有限車在這邊呢 又可以省一個很大的一個價差 125萬 8 那你就把這一台漂亮的 CX9就帶回家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是胖老爹 我在手服汽車 期待與各位相見 買車找老爹 讓你絕對安心又放心 拜拜 下期見